那今天还想给大家聊一聊养花的一个初衷和目的 就是很多的花友他养花 他的这个心态是不对的 有的花友问我老花一养花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光照吗 是浇水吗 我觉得是心态 你养一盆花你是为了什么养它 你仅仅贪图它的美貌吗 你如果仅仅贪图它的美貌 你就买一些鲜花 你不要考虑养 就买那种一次性的 你看完就丢 看完就丢 那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想要养好它 你想要养好它是吗 像狗和猫也是一个道理 它不喜欢人老是玩它 它喜欢自己自我生长 你只要是饿不死它 渴不死它 它基本上它就不会得什么病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很多的花友它就不行 它就看那个植物长得慢 我给它用点肥料吧 那个谁卖的这个肥料不错我用一点 那个网红长得挺漂亮 它卖的我也得用点 这个大咖说这个土爱我给它换了 它就嘎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养花是一个很陶冶情操 是一个让自己性质能慢下来的 你知道吗 老花一是一个90年的猴子 就是以前特别毛躁 根本坐不住 而且就是可以说是心情特别暴躁 特别有怒火 但是做花会这几年呢 将近十年了吧 就是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了 就不会很急了 反正就这样 你就再看看吧 看看再说 大家说我09年当过兵不是 现在就性质没那么急了 就是凡事嘛 让子弹飞一会儿 你要有这个心态 如果说你单纯为了看花 就买一次性的 你如果为了养花 你就少插手 明白了吗 在它不行的时候 你再给它 不要关心则乱 不要宠溺 包括教育孩子也是一个道理吧 就不要宠溺他们 似可而止 该给的关爱要给 你比方说夏季很高温了 你该打照样网的要打 冬天很冷了 你该搬屋里面要搬 它快磕死了 你该浇水的 你得浇 因为你把它举收在 你的小花盆里边了 就像把你喜欢的动物 关在笼子里是一个道理 你只需要照顾它的 一时起居 不要总是折腾它 它长得过分大 你比方说咱们养个狗 也是笼子小了 你换个大笼子 对吧 或者出去溜溜 植物也是 有条件的话 多在室外 让它多接近一下大自然 就这么简单 希望能帮助到花友们 不是说你肥料不行 不是说你肥不行 不是说你这不行 那不行 心态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良好的心态 疫情过后呢 今年也是一个复苏的一年 希望大家以后 过了越来越美好 与你同在抽包 觉得不错 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两花最单一 白了抽包